女人一分钱不花 就从超市里买走了八千美刀的商品 只见她来到收一台 拍出一打优惠券 就像是一位掌握着无穷财富的女王 光这些券 收银员就给她扫了三个小时 扫完之后 女人不仅没花钱 甚至超市还要倒贴她六十 这就是美国家喻户晓 关于薅羊毛女王小美的故事 别看她平时只是家庭主妇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 为了能够好好享受零元购 小美每天都做足了准备 早上六点 她会拦下送报纸的小哥 用低价购买一打报纸 剪下上面的优惠券 到了傍晚六点 她又会钻进城市的各大垃圾桶 从里面翻出被人丢掉的优惠券 薅羊毛的技术 可以说是被她玩出了花来 本以为白嫖知道 已经登峰造极了 没想到这天 小美又发现了新玩法 当她打开卖片品尝时 却意外发现她过了期 她义愤填膺地向商家投诉 没想到当天下午 竟然收到了商家的道歉信 里面还附赠了一张免费抵用券 小美顿时激活了自己的浩羊毛雷达 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停写投诉信 是不是就能永久白嫖这些商家了 说干就干 小美把家里能评价的商品 全都睿平了一边 结果果然如她所料 大量的抵用券朝着她涌了过来 小美在用这些券 给家里完成了一次大版本更新 可以说除了房产不是免费的 其他的都是零元购来的 小美的闺蜜得知此事 也是一个怪财 她提出可以负责直播带火 再用半价去卖掉这些抵用券 这样两人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为了获取足够多的券 小美直奔生产优惠券的外包印刷厂 这才发现 印刷厂其实会印出大量多余的券 事后一般会销毁 小美一听 这怎么能成 这些可都不是券 是钱啊 于是她立马和一名员工达成合作 届时只要把这些券悄悄运走 他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亿万富翁 两个穷人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就成功逆袭成为亿万富翁 一口气买下20辆法拉利 要专门搞个军用仓库收藏 然而 这样的奢侈生活背后 竟然源于这些毫不起眼的纸片 他们是商品抵用券 每一张都可以零元购相应的商品 于是小美和闺蜜找到印刷工厂 和员工打配合 偷偷运走了多余的优惠券 随后再由网上直播带火 以商品的一半价格 把这些优惠券卖给其他人 于是两人只花了短短一个月时间 就赚到了一个小目标 然而就在两人花天酒地 畅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 各大超市的负责人察觉到了一场 他们近日销售额大将 大部分客户都不花现金 而是用券购物 再一查 我的天啊 足足回收了两万多张券 于是他们迅速展开调查 追根溯源找到了小美的网站 负责人果断联系银行 冻结了小美的账户 将他们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 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就在他们以为 一切都将彻底完蛋的时候 黑客闪亮登场 黑客先是解冻了两人的账户 然后删除了闺蜜的所有视频 并隐藏了交易平台的IP地址 将资金分散存放在多家银行 这一系列精密而神秘的操作 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 无所畏惧的自由 同时作为感谢 小美也慷慨地 给予黑客10%的股份 有了黑客的帮助 两人买下了豪华别墅 将其打造成了工作室 用假身份开始大肆收钱 财富就如滔滔江水盘 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口袋 为了不引起政府的注意 小美提一开始野性消费 将这些资金投入贵重物品的购买 并通过再次转手将钱洗白 却不知道这一举动 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如果给你一个亿你会怎么花 这两个女人不买房产不买精炼 跑到中东买军火 批发了整整一车带回家 不仅如此 他们还给自己买了一台私人飞机 连同所有奢华的座驾 全部塞到一个军用仓库中 然而即使如此疯狂挥霍 他们还是剩下了五百万 面对这笔巨额财富小美觉得将钱 藏进了一个普通的快递盒子 没想到这时他们却得知一个噩耗 原来他们野性消费的操作 已经引起了上头的注意 很快就会有人查下来 到时候问题可就大发了 说曹操曹操道 这时探员们已经根据各种信息 追踪到了小美家 他们逐一询问城市中的收银员和快递员 得知小美和闺蜜 通过盗取抵用券 获得大笔非法收益后 当晚就把两个女人给逮捕了 由于证据确凿 且涉案金额巨大 小美即将面临长达40年的监禁 她只好找来金牌律师 替自己辩护 只能说这律师也是够专业的 竟然以小美都是为了消费者牟利 为切入点进行辩护 于是事件逐渐发酵 许多品牌为了避免影响公司形象 纷纷选择撤诉 最终小美只被判了八个月 而同谋的闺蜜则被无罪释放 小美的丈夫得知真相 顺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可小美离了婚 唯一没有带走的 就是小美装优惠券的快递盒 殊不知那里隐藏着百万现金 于是故事的最后 闺蜜拿着钱建立他们的优惠券帝国 而小美只需度过了服刑期 就能在出狱后继续过着她的富婆生活